不管了 我吃起来了 琴琴 你跟华华 认识多长时间 结婚了 三个月 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戏上认识的 拍戏 我俩在戏上不熟 所以我俩是属于他追的我 我俩是属于他追的我 没有 这个真的没有 就是我们 杀青完之后 我就给剧组所有人都发了一下 就是加过微信的 我就说我走了 我杀青了 跟他说就是调个别 相当于 然后也给他发了 他就觉得我对他有意思 然后男友算就是这样 然后他没有想到 我是跟所有人都这么发的 这是缘分 那也得看着队长才行 对吧 对啊 你要不是看对人家姑娘 人家什么想法你根本都不关心 就我们刚认识的那一个月 我觉得我太想喝了 怎么说 每天睡到中午起来 然后家拖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饭做好了 然后每周我完全这么能干 然后结果一怀孕就反过来了吧 完全反 就是在我看来23岁真的好小 就要孩子会的 什么心情是需要有点勇气吗 我觉得还好吧 我没有感觉 就是有了我就觉得啊生啊 就这样的容易 那你什么感觉呢 突然间当爸了要 知道合运的时候 就直接整个人都 懵了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开车 整个手都是出汗了 在冒汗 然后一晚上没睡觉 就 密码跟他那些朋友啊 终于打电话 啊我媳妇怀孕了 就很高兴的那种 啊 嗯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